通體就只能用樓梨去消贈 各梁下鹽掛的風雲下 52個 日夜都會長 大部英子就在建成的一開始 就已經競現了長年燈的840月盞 令到整個塔根的輝黃 就夜通明 檀基的大部英子樓梨寶塔 採用的是彩色樓梨 不單止 頂雅是採用樓梨 而且整個塔都有採用樓梨 除了塔頂有一條是管生脈之外 其餘整個建築都是一絲串目的 接著我們就一定要講講 紀戒里的羅馬鬥獸場 因為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值得去看 這羅馬鬥獸場 位於紀戒里拉齊奧羅馬市中心 就叫西元72年 是古羅馬帝國時期 一模最大的可原國鬥獸場 羅馬鬥獸場 有一個韋斯帕斯皇帝下令修建 他的兒子啟圖師 在在內期間去建成 是一位皇帝圖物獸 又曾經修建到他 在古羅馬帝國時期的標誌性的建築物之一 羅馬鬥獸場 會用來進行各大市的比賽 海戰表演 還要佔滅歷史重演 以及演出羅馬實話為基礎的戲劇 在中世紀前期 已經不掛了羅馬鬥獸場 用在娛樂用途 後來用來做住客 工作坊 包括聖敵人員的宿舍、防禦工事、彩石場 和基督徒聖技等的用途 羅馬鬥獸場是引力的原應石場 亦是一條中海的原應石場 它使用的材料包含有凍石、營氛銀 和珍色演藝混型 羅馬鬥獸場在1794年被熱入為宗教聖地 並且對它進行防禦工事 並且對它進行防禦工事